伯母啊 为什么我做了无创水光针感觉没有什么用啊 伯母啊 我最近刚刚打的水光针 是不是我这一年都不用敷面膜了 因为我听说打一次水光针就等于敷1000次面膜 不过呢 我也曾经经历过 嗨 大家好 我是拥有10年水光针经历的中年美妆伯母阳光 今天我上线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水光针经验 什么叫水光针呢 首先水光针是通过注射的方法呢 直接注射到你的真皮层啊 给它注射营养 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再生 给你生成补水 它一定是有创口的 什么无创水光针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它没有创口 它其实就在你的脸上拍打了几下 就好像说 我点了这个西红柿炒蛋 为什么是萝卜做的呢 因为它就是两样东西啊 所以说无创水光针 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 同理还有那个什么涂抹是水光针 就是伪概念好吗 当然这种亏呢我也是吃过的 我当时做完真的 皮肤真的好好 但是这种效果呢 大概只能维持五六个小时之后 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它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巴掌式的面膜 不停地拍打你的脸啊 拍拍拍拍拍 然后呢再涂点什么 玻尿酸之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做什么 无创水光针的话呢 你可以把钱给我 我来拍你的耳光 帮你抹一点什么玻尿酸 这个钱还是蛮好赚的 保证让你的脸 即时效果很饱满 只要我打得很的话呢 还可以起到 即时的填充效果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这个东西就真的不要用啊 除了就是破坏你皮肤屏障之外 真的没有什么屁用 水光针呢毕竟是一个破皮的项目 所以它一定会有风险 比方说过敏啊 感染啊 这种风险一定是存在的 我身边真的有人 胆子很大哦 自己在网上买点药 找一个护士随便打一打 甚至还有找小姐妹打的 还有的人一高人胆大 买了个什么滚针 自己在家里面给自己滚 滚完以后擦了一连血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找了小姐妹打的 打完了之后呢 脸上过敏了 而且过敏了之后呢 就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就是他脸上暴露很多痘 这些冒出来的痘呢 就跟广场舞大妈 马上就要上场了 排的队那么整齐 就差那些痘就要一二一了 真的很恐怖 在这里真的是苦口活性地跟大家说 想美这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 不要自己给自己打 或者找那些没有资质的人随便打 网上买这些药啊 你都不知道它哪里来的 是不是真货 你就敢往自己脸上用啊 你这是玩命呢 现在市场上的水光针呢 有蛮多的啊 什么三文鱼啊 飞落夹啊等等很多 它的配方呢 是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 但是它的基础呢 就是给大家补充水分 同时根据配方的不同啊 它可能有一些什么淡化痘印啊 或者说是美白啊 之类的不同的效果 价格的话呢 从两三千到七八千都有啊 我做过呢 很多类型的水光针 比方说三文鱼 它的价格可能就在三四千左右 效果呢就是基本上给你一个很及时的补水 淡化一些痘印 刺激你胶原蛋白再生 还有呢就是加了保妥式的肉毒水光针 它的作用呢可能就是帮你 就是控制你的油分啊 然后让你水油平衡啊 同时呢缩小你的毛孔 价格大概在两三千左右 现在呢市面上的水光针名头真的很多 它其实呢万变不离其中 最主要呢是给你深层补水 然后呢解决你其他的一些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复合型的配方嘛 说到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一个水光针红起来了啊 你就要去做 其实呢还是需要有一个医生 给你面诊的过程 好了关于水光针的问题呢 各位也可以在弹幕和留言里面 跟我来探讨 毕竟呢我也是有十年经验的 中年美双伯母阳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